今天要来讲哲学之贼啊 哲学之贼 或者说最耽误你理解哲学的是什么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科学主义 科学主义的思想刚硬啊 就是你如果你是个学生啊 哲学之贼最就是 科学主义思想刚硬或者说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啊 你把这个破除了就会能够解放你的思维 我跟你讲 呃我甚至认为一些 哎呀就直接来吧 我靠我没时间 现在已经发了快0.49了 我直接来说吧 这个东西就表现为一个矩阵 一个很致命的一个矩阵 说错了 一个致命的一个坐标系 坐标系 这个致命的坐标系是阻碍你进行哲学思维的最严重的一个东西 这个致命的坐标系你可以看成是自然主义和价值主义的同谋 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或者说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 庸俗区分的一个同谋 这个致命的坐标系 是三维坐标系 它有三个维度 或者三个dimension 三个亮刚啊 或者是你们随便怎么翻译吧 这个反正这话语都被他们垄断了 致命坐标系的 一轴就是数语和这个范畴分类体系 范畴数语分类分类表 那么这个致命坐标系 这个数语范畴分类表往往是 原点右边是客观 左边是主观 然后在什么主客观 这一系列的连续里面又有什么什么什么 一系列的分类 有一些是具有本体论地位 有一些具有认识论地位 有一些怎么这样 有些是心理的 还有一个分类表 这个分类表一定要破除掉 一定要据斥科学体系内部的 术语范畴分类表 你一定要据斥 当然我们说 那我们小时候接受教育 就是这个科学主义教育 我们接受的学到的分类表 都是数学学科里面 物理学科 化学学科里面 或者说一些政治政治政治教科书里面 他教的那个术语分类表 这些分类表一部分 只有一小部分能保留 但是哪些能保留 你得去看哲学史 看哲学的问题史 哲学史的问题史 你得旋置起一些导向科学主义的那些 就是说 比如说实证主义路径 比如说经验主义路径 经验主义 当然说经验主义本身 他有一部分是好的 有一部分术语是可以用的 但是小朋友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 我说的 我要说你要用更替代替这个术语表 我的建议就是两个德国观念论和现象学 德国观念论和现象学 以及后面结构主义的这些术语是可以采用的 其他的术语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但是你可以掌握他没问题 就是无论如何你科学 实证科学的那个术语表 你得把旋置起来 你不能轻信他 还有 然后他的纵轴则是一个时空 就是所有的实证科学 他都有预设一个普遍的 一个宇宙论式的一个时空的一个背景 这个时空背景要旋置起来 就是要旋置起来 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么在时空之中 要么不在时空 这个时空本身 他是这种科学主义思想刚毅 或者意识形态所架设的 是他所拟制的 是他在符号上拟制的 这个东西一定要 比如说有人就问了身体有什么意义 很多人就立刻就把身体看成是这个 在一个时空背景下的 在一个实在论的 或者是在这个宇宙当中 屋子里面一个东西 按照一种实在论的 或者这种自然主义的一种观点 他就是我的身体 就是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东西 这种相互关系就被预设了 时间空间被当成一个背景性的场 时间是一个线性时间 沿流的不停的流动的线性时间 所有东西在一瞬间都在一块 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相继在空间里面 怎么怎么样 互相左右上下前后 这样变动动来动去 然后我的心灵世界是 是在空间这个一个一个基点里面 是心灵世界是不在空间里面 或者我的心灵世界是架着在我的身体上的 我的身体是在这个世界里面 这种时空关系要悬置起来 这是哲学之贼啊 你不能把这个玄置起来的话 你根本不能理解哲学对于时间性 对于空间性 对于身体性 对于主体性 对于客体性 客体性 对于这些 在哲学上比较重要的论域 你没有办法设立问题意识 你的思维是被这个时空框架束缚住的 将死的 你思考所有东西都是在时空里面 一个一个时空化的一个 这个在几何学上的一个 一个副多体 四维副多体 时空三三维空间加一维时间 我顶多你再再复杂一点 就数学上的一些一些 再复杂一些构造 那些构造通通的悬置起来 也就是说你要学哲学 我讲的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整个形式逻辑 学哲学 形式逻辑 数学 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 集合论群论 还有各式证明论 这些东西都要悬置起来 还有物理学 物理学 就是在实证科学 形式逻辑 实证 实证主义 经验主义 加形式逻辑 炮制出来的数学物理学 还有这 其实他们背后还有一个就是数学里面特别有一种意识形态 就是观念论 但是是庸俗的观念论 很庸俗的一种 就是数学里面这些实体性的这些构造 它都是实体性的 都是在一个观念世界里面是永存的 或者至少他们是很有效的很有用的 它有效性是很很可靠的 这些东西都要悬置起来 不悬置起来 你根本没办法思考哲学 你必须在你思考哲学的时候 把它们都悬置起来 把它们都看成是有问题的 否则你没有办法开始思考哲学 或者你没有办法把握它 他们的问题的话 你的 你的 你的这个黑格尔 这个哲学全书 你就读不懂 它的逻辑学 小逻辑 精神性上学 你就根本不能理解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里面 哪些讲的对 哪些讲的不对 你就根本不能懂 因为你还在一个很将死的 这个将死的源头 如果推到源头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这两个人都有问题 但是后面比较具体的源头 莱布尼兹沃尔夫 还有这个穆勒 约翰穆勒 洛克 孔德 还有后面的马赫 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 他们使得哲学的阵地不保 然后被这种比较将死的教条化的 怎么说变成思想刚硬 或者变成意识形态的这种科学主义 挺夺了你的头脑 你的思维的自主性 然后第三个轴 第三个轴也很重要 是一个价值轴 价值的分类学 价值的分类学的一个轴 价值的一个量化 和价值一个定性 时空这里也是 它都是同时有量化 同时有定性 这里同时有量 术语表翻手表也是 同时有量化 同时有定性 一个价值的量化和定性 比如说这是私人价值 这是公共价值 这是民族共同体的价值 这是什么政治价值 这是经济价值 这种分类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这种科学主义 实证科学主义里面 价值的分类学 基本上等同于 他学科的分类学 他这个体系里面 学科的分类学 相当于等同于 他里面学术共同体 不同研究论域 研究方法 下面的这些 就是大家的分赃学 简单可以说的 甚至可以说 就是大家分的不是直接钱 分的是话语权 分的是一些现实利益 影响力 文化影响力 还要分的一些 他学科再生产的一些机会 一些资源 比如人才资源 头脑资源 还有他的这个学术建制 这些资源 他的价值分类学 本身是很有问题的 你不能接受这些价值分类学 你要回到一种原初的个人体验 就是这哲学之贼 破除这个矩阵 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不破除这个矩阵 你比如说问一些问题 我直接 这个海德格尔时间概念识导论 我直接搜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呃 发问啊 来来来 随便我们找 找他的一个问题 哎呀 他这前面的这些现象学术与太严格了 呃 随便找一个问题啊 就是 哎呀 你们可以反思一下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啊 可以反思一下 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什么是遥远 我举个例子 什么是遥远 遥远 what is far 什么是 或者说 发的死 发的死 什么是遥远 遥远性 什么是遥远 遥远 就是看上去好像是个哲学问题 但是如果你 没有破除这个东西 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哇操 先时间空间给他 时空 时空长 蛮遥远 时空距离远 笑死了 然后再来 或者说它是一种啊 那或者说你坦缩到这个圆点 它这个时间空间不是一种客观时间空间 在这数轴表 在这个范畴表里面把这个遥远定义成一种心理感觉 啊 你看又是主体和客体 主观客观二元对立 又又开始就搞了 哎呦 定位到主理侧里面啊 时间上空间上比较远 然后在这边又是这个位置 好了最后遥远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哎呀冷漠遥远会导致冷漠啊遥远又会等导致 就是人与人遗忘啊遥远会导致 但是遥远又会导致遥情啊 然后这是价值上面又有一个特殊的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价值 又给他定位一个点文化价值 我操随便就是可能是这个点 那么我给他找一下 最后就找到在这个位置找到一个点 或者这个遥远什么是遥远 这个问题就会变成遥远 就可能定位不止定位一个点啊 遥远可能定位好几个点 啊 可是在范畴上面 他可以遥远还可以定位成是什么 就是说一种心理感觉啊 心理感觉还有一种空间 空间的一种仗粮术啊 他就是他无论如何 最后比如说最后就划出一个图形出来 或者划出一个框出来 那么这就限定你的问题欲 限定你的思维 你的思维就被限定在这个矩阵里面的一个局部了 然后你的思维很僵死啊 就是这么一个 不是矩阵啊 说错了 这个坐标系里面的一个图案 一个图形 你的整个的问题意识都是被这个问题图示给束缚着 你没有办法探索哲学的 你你得到的东西都是一堆 屁用没有的一堆这个这个符号串而已 没有用的一堆很没有用的一个数理数语串 加上时空的函数参数 变量还加上价值的一些变量一些分类 你归根结底你就得到分类学加定性 加上一个就是一个分类的一个谱 加一个定性的几个点 再加上一个他量上的一个量 集合到一块去就变成这个问题的答案 这他妈是答案吗 这根本不是答案 而且这种问题 你去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把握成是 是这个坐标系里面的一个图像 一个图示 它没有任何的思辨价值 它没有任何思辨 真正的哲学思辨 它是要它是要不停的结构出新的新的一个场 不停的结构出新的一种运动 超出这种什么四维空间化的这种 是这种这种领会的 远远超出这个玩意 远远超出 因为生命的结构意义的结构啊 这个生存的结构比它复杂 不知道多少倍在在各种 而且这是一种图像化的把握 图示化的把握 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实证主义 经验主义 还有那些就是新康德主义 后面包括那种不真诚的新黑 新黑格尔主义 那些人分析哲学 逻辑实证主义 那些人他没有意识到 他其实就使得整个人类的智性活动 失去了尊严 变成了一个框架下面的一个带描述之物 带归类之物 带量化 带衡量之物 带特量之物 带决定 带被定义之物 那就很挫 有些人就说 哎这不就是定义吗 我不就是定义的这个遥远吗 这种定义活动是最可悲 最可耻的 是最背叛思想的 是最背叛真正的哲学思维的 最背叛人的活生生的那种求知 好奇心 因为你凭什么有这个框架 你凭什么设立这个框架 凭什么凭空设立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本身如何设立 要不要设立 什么情况要设立 他设立有什么目的 设立有什么作用 有什么特定的 些微的小的作用 如果他总体而言是一种压迫性的 是一种 是一种 糊弄人的 欺骗人的 欺骗性的 是一种临时性的 那他就应该被摧毁 就应该你不停的 时时刻刻的去思考 我应该如何去一种真正的 一种问题意识 一种探索的一种姿态 去面对 与此 与此背后的生活 生活当中的意义 意义背后的策略 意义背后的姿态 意义背后的 你对生命的信仰 带他的爱啊 热忱啊 或者说一种失望啊 绝望或者希望 什么都可以 不要是 就是这么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太没有人性了 这个框架太僵死了 太可怕了 太恶心了 如果你还陷在这个框架里面 思考哲学的话 你将一无所成 你将一事无成 你什么都不会得到 你只会得到失望 你只会得到 自我封闭和压抑 你只会得到 对于哲学的误解和愤恨 你以为人类的哲学 就只是这种东西 不是这样的 你只会对于生命 继续采取一种 鄙视的一种 鄙夷的一种姿态 不是这样的 哪怕你假装 当我是一个爱爱好环保的 但是你就在生活当中 你会忽视在这个体系当中 被评评价为较无价值那种东西 你就会忽 你的生命的定义 你的生命的分类学 你的生命的认定 实际上是没有生命的 实际上是很苍白的 看上去环保热爱鸟类 但是对于那些 就在你观鸟的平台旁边 那些苟延残喘的人 则视而不见 你就会变成这种 你对于你内心 假装的那种高兴 一种逢场作戏的开心 就觉得非常有价值 但是对于你真正 内在的一种压抑 内在的一种痛苦 则视而不见 因为你被这个图示 所俘获了 你在这个图示之下 去建构你的自我 特别是很多情况下 人就会把自我放在 接近于这么一个点 然后一些自大自我 放在这里 你会在这个框架里面 去设立你的一个 想象性的自我图像 都是虚假的 这一切都是谎言 千万不要建构这个坐标系 这是个致命的 卑劣的 这是一个愚蠢的 很残酷 他奴役了几亿人口 上数十亿人口 这东西在从19世纪 从19世纪开始发人 在20世纪达到顶端 这么这么多年 这从人类人口总数 十亿到现在七八十亿 中间有很多人口 都是受这个体系的 一个束缚 非常糟糕 非常糟糕 海德格尔早就说了 这个东西是是是深渊 这是个深渊 他会俘获很多 千千万万亿万的心灵 然后使他们丧失思思想 丧失追求这个对于生命的 最我就不要去扯了一些 大话了吧 别烦了 但是这本身是个过程 本身是一个不可避免 不可遭过的一个环节 好的 那就讲到这里 好的 他一定 他是一个哲学之贼 讲到这里 先挂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